韓慧安婦隱痛曝光尋公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 雖已結束七十年 但過去的雙痛營龍罩東北亞租日本殖民統治 三十五年的韓國 跟日本歷史爭議不斷 其中慧安婦問題更被視為公義未章的一大標誌 本部記者早前走訪韓國 訪問慧安婦 民間關注組織及韓國政府負責就慧安婦問題對日談判的官員 深入了解者段纏繞日韓兩國以至中國的歷史徵紀所在 《明報》記者林康奇何 來臨1993年 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海野陽平發表談話 承認日本戰時強徵慧安婦並表示反省及道歉 22年過去 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多番質疑強徵慧安婦的事實 將慧安婦說成指示人口販賣的受害者 甚至有日本有亦宣稱慧安婦是志願 這些旨在否認日本政府責任的言論 再次撤痛這個傷口 亦令日韓關係跌至建交半世紀的低點 韓僅48名慧安婦在世韓國現時只有48名慧安婦在世 其中9人居於距離首2小時車程的分享之家踏入大門 映入眼簾的市庭園中央穿著韓國傳統服飾的小女孩銅像 及數個老虎半身銅像他們都是爭在分享之家居住 但以離世的慧安婦要採訪分享之家的院友並不容易職員解釋 由於今年時二戰結束七十週年 國內外傳媒分治 但老人年紀大 身心難以負擔 有時記者上門也要吃帝門跟記者在等待半小時後 其中一名老人88歲的柳喜南中首肯受訪職員 但記者走進有點冷清的宿舍 柳喜南的房間位於酒廊盡頭 小小的房間放滿雜物 但井然有罪他一見記者便從床上爬起來 記者透過翻譯問他年齡 他用英語回答 888 十五歲被日軍齋去一天接十條客柳喜南生於韓國中稱南道溫陽 十五六歲時 家人聽說日軍不會齋以婚婦女當慰安婦 雖安排他掛名架級附近一名男子 但未及更改戶籍 他便被日軍齋去他逃亡了六十天 府回家鄉又被捉 接著被送到日本山口遠下關的慰安所 在乃兒關押了一年多他益術 哪時充斥著不聽話就會被殺的恐怖 一天大約要接待十個嫖客 連生旅期也要工作 直至1945年8月 他原本可能被送往新加坡 但日本戰敗投降 他得已返回祖國在半個多小時訪問期間 他亦再形容那段日子是恥肉 狠丟臉他益術 回韓國後丈夫曾表示希望跟他繼續一起 但他無法釋懷 拒絕接受他沒有迴鄉 在婚和生兒獄女後未向家人透露那段黑暗日子 我根本收於啟此那不光彩的試煉媽媽 丈夫都不知道公開慰安婦身份女兒 怨濟蒙羞韓國政府1992年起慰慰安婦登記 但留起難為免影響家人 待丈夫過身 子女都成家立失後 1999年才登記 希望為歷史作證韓國輿論都表揚挺身而出的慰安婦 但這些家許對留起難來說 卻底不上女兒的不體諒他五年前證實患上肺癌 因獨居無醫 三年前入住分享自家 萬無了道者吸引了傳回目光 女兒埋怨他累己蒙羞 從此不來探望他他說道者而神情悲傷 沉默下來旁邊的職員提醒 他不太想談家事柳喜南一直留意日本對慰安婦的言論 一談到日本政府及首相安倍晉三就怒氣匆匆 說我們韓國女孩去慰安所賺錢 雖人 有些人為了賺錢哪樣做 但我們不是我們沒有哪樣做的道理呀 你們沒飯吃會賣掉孩子嘛 那是安倍和右翼那班家伙說的大話控 同日政府產經新聞要求道歉樓喜南在律師協助下 藉著女兒已在美國加州居住的身份 正準備以第一控訴人身份 聯同另外九名慰安婦 6月中尋稱 輕重的主要目的是促使被告道歉 倘若日方6月外肯道歉和積極提出解決方案 他們會取消訴訟韓國政府23年內登記的慰安婦 累計有238人 當中不少人等不及討回公義就殺手 有陳環記者5月初在韓國採訪時上有53人在世 單止本月已有5人病逝 包括1945年2月年僅11歲 目前所知最年少的慰安婦今外漢 提議中華主族呢 Aqu是誰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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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